外媒报导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中共打算将恒大集团重组为三个独立的实体 把这家地产开发商转变为国有企业 先前恒大称周四将如期支付本土债券债协 让恒大股价在港股早盘一度暴涨32% 花旗集团分析指出 北京将出手相救 避免中国陷入雷曼时刻 摩根史丹利经济学家表示 北京将防止恒大集团违约风险 对整体经济产生外溢效应 新评机构标普指出 北京只会在恒大事件 造成多家主要地产开发商倒闭 有系统性风险时才会出手 市场优虑恒大债务违约危机 冲击中国经济 导致周一雅股美股纷纷下挫 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表态 认为恒大债务危机 似乎是中国特有的问题 全球最大空投对冲基金 尼克斯创办人查诺斯 20年前曾经准预测安隆倒闭 查诺斯指出 陷入财务危机的中国恒大集团 如果倒闭 对中国投资者来说 可能比雷曼市情景还要糟糕 外媒报道 恒大集团第二大股东 中华人智业表示 已出售价值3200万美元的恒大股份 并计划出托全部持股 据投资研究机构资料显示 基金巨头贝莱德 汇丰银行及瑞银集团 是恒大集团债券的主要买家 新唐人亚特电视综合报道